国民党总统参选侯友宜和前高雄市长韩国瑜 今天受邀参加战斗篮再动员记者会 而这也是侯友宜确定参选之后 两个人第三度同台 侯友宜是提早到场 韩国瑜活动开始之后才入场 虽然在台前时两个人没有热烈互动 不过趁着大合照之前 两人是肩并肩地走上台 还特地躲到了背板后面聊了几句 快步走进会场 韩国瑜和侯友宜简单打招呼赶紧坐下来 回味一个多月侯涵同框 两人受邀帮立委参选人站台 你当前总统 你一个人是没用的啦 没有国会过半 什么都假的 不过侯友宜自辞时 韩国瑜全程脸色凝重 毕竟很久没露面 有好多话想说 靠一句邪后宜 要背着石头唱歌 吃力不讨好 的确幸苦 自己要出钱出力 还要担心 还要被人家 背后有的人想不同的想法 还要非议 海内海外对国民党 都是充满了失望 大家都认为国民党怎么这么软 这么没有用 这么没有出息 是不是暗喻自己的处境 韩国瑜谢谢不回应 不过侯涵是否私下聊过 侯友宜只说电话畅通 在台前依旧隔着隐形界线 但站起来要走到台上的这段路 两人很有默契 时至今后 韩国瑜先开启话题 右手轻扶他的背 侯友宜左手也搭上去 韩国瑜又摸了摸合理的肩膀 两人顺势躲到背板后方 消失在镜头前15秒 才出来拍合照 韩国瑜加油好不好 一手回过去赶紧制止 就怕抢了主角风采 但2024选战里 韩国瑜的角色 会是党主席朱立伦 抛出的副主席吗 现在还在研议 只是考虑到个人能够在这次服选 阵容中扮演什么角色 我们全力以赴 并不在乎职务 目前还没有决定 韩市长是一个不计较位置的 我们大家如何团结在一起 2024大选后的四年 韩国瑜依旧扮演关键角色 记得翻译刘淳威 台北商务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